今年阿娇再次迎来人生事业巅峰 同时她的恋情同样迎来第二春 自从去年在生日上被求婚成功后 两人的婚期也成为媒体和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5月7日网上曝光了一组阿娇的婚纱照 只见阿娇身穿一件白色婚纱 脸上也是笑开了花 不过据悉此次网上曝光的是阿娇心细的剧照 但仍然不少网友送上祝福 近日一度传出5月份与男友结婚的传言 可是在出席活动时被阿娇否认 阿娇表示婚期未定 虽然阿娇亲口否认了婚期在5月份 但是却明确地表示注册的日子应该会是在今年 但是具体时间还是没有定下来 对于酒席方面 安雨萱表示将会在香港举办 阿娇的感情路也是走得不顺 一路跌跌撞撞 如今算是找到幸福 阿娇也有了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选择 祝福美丽善良的阿娇 阿娇是一个很单纯的很天真的一个女孩 她是一个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 镜头后的阿娇不苟言笑 柔弱似水 想不到却是外冷内热 酷酷的外表竟关不住一颗暖暖的心 阿娇还会去做公益 2009年在云南出席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 并捐款20万 指定资助10位贫困女性